刚刚呢我们讲了这样一个 关于NOMPIN里面数组的计算 数组和数组的计算 数组和数组的计算 那么在其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它的维度 那么在说维度之前呢 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轴的概念 轴在NOMPIN里面呢 它是用 它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方向的 它经常用这样一个012表示 那么对于一个只有一维数组的 它只有一个0轴 这非常好理解 一维数组 就比如说我们NOMPIN里面数组 那么就是一个012 这样三个数组的这样一个一维数组 它只有一个轴就是0轴 那这没这么好说的对不对 那么对于一个二维数组来说的话呢 像这种Shape22的 这种形状的数组来说的话呢 它有两个轴的 分别叫做0轴和1轴 那么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这个样子的二维数组 0表示行 看见吗 表示行 那么1呢表示是列 所以0轴就是横 就是横着的每一行 表示0轴 然后呢 1轴呢表示每一列 你见吗 列这个方向 然后呢 0表示行这个方向 那么对于三维数组来说 比如说223 它现在就有三个轴了 分别是012 这三个轴 那么0轴呢 指的是这个2 组在位置这个轴 那它指的哪个轴呢 0轴呢 Shape222 223 这个三维数组 0轴指的是2 这个轴 2轴在这个轴 2轴在这个轴 指的是哪个轴啊 是不是块啊 还记得吧 我们三维数组是分为几块啊 那么这个时候 三维数组来说 它的0轴是什么样子呢 指的是这个方向 比如说123 456 这是一块 那么789 101112 另外一块 131415 178 这是另外一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轴呢 块上这个轴呢 指的是0轴 那么之后的这个1 这个轴呢 指的是这个2 这个轴 那这个2这个轴 指的是哪个轴呢 就是指的 这是行 就是这个行 这是1轴 那么除了这个轴之外 还有一个列轴 对不对 列轴 指的就是三这个地方 这个轴 指的就是这个地方的 列方向 行方向 还有块这个方向 所以这是 三维数组的 它这个轴 在哪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接着往后看 然后呢 有了轴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 更加方便的 进行计算 比如说 我们计算一个 二维数的平均值 我们刚刚是不是也说过 我们很多同学呢 收到了礼物 对不对 我们想要统计一下 每个同学 收到了不同礼物的 平均值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 给它指定一个方向 到底计算 哪个方向的平均值 对不对 因为我们数组 它既有行又有列 对于二维来说 那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按照行进计算 把所有行的结果 下到一起 对不对 那所以说来 这个时候应该 轴指定0 还是指定1啊 是不是指定0啊 因为我们也是要把 所有的行的结果 下到一起 对不对 所有行的结果 下到一起 所以指定是0 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理解这个0 还是不是特别理解 我们刚刚说了 1不是比较列吗 对 为什么是计算 平均值计算何的时候 要把它指成0呢 因为就是刚刚所说的 我们在算平均值的时候 每一行数据表示一个 一条记录 另外一条数据呢 另外一行呢 表示第二条记录 第三条记录 第三条记录 这每一条记录 每一个字段的结果 我们想要把它加到一起 对不对 想要把它加到一起 想要把它加到一起 算一下平均值 对不对 其实算的是什么呢 算的是 把每一行的结果加到一起 你解释了吗 其实是把这一行的结果 和这一行的结果 和下面这一行的结果 加到一起 然后三下平均值 对吧 这里呢 稍微有些绕 但是就让大家慢慢理解 当我们需要计算 行上面的平均值的时候呢 相当于就是 把14加到一起 除20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指定的轴 是指定0 就相当于是 把每一行的结果加到一起 稍微有些绕 等一下我们再算 如何求均值 如何求和 到时候再给大家说 那么这是这个地方 那么在前面指值里面呢 前面我们可以说了 轴在哪个地方 当我们使用reshape之后呢 reshape25 我们刚刚也讲了 这个2呢 它在第一个位置 就对于圆祖来说 第一个位置 这就是它是0轴 圆祖的第一个位置 就是下标0 对不对 所以它是0轴 那么5呢 指定的是 表示是第二个位置 就是表示镍 对不对 那么它就是1轴 因为在圆祖里面 它是第一个位置 它就是1轴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一共所据的数据 挑出的就是2乘以5 一共是10个数据 这地方可以理解吧 一共是10个数据 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对于一个数组 对于一个圆祖来说 这个圆祖里面呢 第一个指的 指的是它0轴 接着的指的是它1轴 如果它有三个指的 表示它是三维的 指的是它的 第二个轴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通过这个形状的 这个圆祖的位置来的 跟这个位置是一致的 比如说当天是25 这个2呢 指的是0轴 5指的是1轴 那么这里还有3 对不对 它指的就是2轴 那么012对于1尾 对于2尾和3尾来说 它们是有些不一样的 2尾是这个样子 这是0 这是1 这个方向 那么3尾的话呢 它是这个方向 0 1 2 那么 这是0这个轴 那么还有1这个轴 就是指的是 每一块上的行 那么2这个轴 每一块上的0 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轴的这个概念 那么明白 指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来学 一个新的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 关于NOMPY 去读取数据 读取本类的一些数据 那么读取本类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用的比较多的是 不会使用NOMPY去读 但是NOMPY呢 它是有这个方法的 那么偶尔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需要 使用NOMPY读的时候呢 NOMPY它是有对应的方法的 我们刚刚有个问题 说NOMPY呢 并不会经常用它去读本类的数据 读数据 读数据固定的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在后面的Pandas里面呢 Pandas有更加强大的方法 去帮助我们 从数据库 从本地 或者从其他任何位置 甚至从我们的剪贴板里面 去读数据 NOMPY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是 Pandas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NOMPY呢 我们简直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要让NOMPY 从哪个地方读数据呢 从CSV里面读 那么CSV呢 之前我们也讲过 逗号分隔指纹件 对不对 它里面所有的指纹 都是通过逗号来分隔开的 对吧 那么NOMPY这个方法 读文件这个方法 叫什么呢 叫这个方法 NodeTXT NodeTXT 大家不要把这个名字迷惑了 它并不是说 非要从TXT文件里面读内容 而是什么呢 从文本文件里面读内容 文本文件 那么第一个参数 表着是FileName 这里写的Frame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文件的这样一个位置 我们给它传个录音就可以了 传个录音 然后呢 后面 Dtype 表示 我们把这个数据读出来之后呢 给它指的一个什么样的内型 比如说我们想让它变成float 我们就可以指す一个np的float 或者说直接写float 或者说写个字乎书 float32 也算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想把它读成一个整形呢 我们就写个int就可以了 第一 limiter 这个数据是用什么分隔开的 由于我们数据都是在文本文件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delimiter 比如对于CSV来说呢 那肯定就是写豆号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CSV里面这些数据都是用豆号分开开来 对不对 分隔字符串 我们给他指定一下 到时候呢 他就按照这个字符串把这个数据呢 切割成一个一个的数字 那skip rows还use columns 什么意思呢 skip rows 跳过肉行是不是 跳过每一行 那比如说在CSV里面呢 经常我们可能第一行表示什么呀 第一行表示的是 他这样一个名字 对不对 第一行表示名字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cell里面 第一行表示 比如说第一行编号 名字姓名 年龄 对不对 就放第一行 所以说在CSV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skip rows 把第一行跳过 那么use columns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我们使用哪几列 column 是column的缩写 表示列 我们用哪几列 可能在这样一个CSV里面 在一个文件里面 并不是每页的数据我们都要 我们只能 可能只要其中取评保一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use columns 还有unpub这个参数 unpub这个参数呢 表示转置 那么等一下我们就理解了 现在大家只需要知道 它有这样的参数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么等一下我们通过 实际的这样一个 图序操作来看一下unpub 到底能到什么样的效果 那现在就知道了 它有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条数据 在这个地方 这条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英国和美国 各自的YouTube 的1000多个视频的点击 喜欢不喜欢评论数量 那么分别 它的每一页数据表示 Viu就表示 点击 Nike 喜欢不喜欢评论数量 的这样一个CSV文件 那么我们下面呢 用刚刚所学的知识呢 来对他们进行一个操作 那这个文件在哪呢 我们把它先复制到 当前的目录下面去 在这个地方 到刚当前目录下 复制一个 目录是复制部落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加上RF 对吧 然后在当前的目录下 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呢 我们把它 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我来看一下 它里面呢 有这样一个CSV 我们来看一下 一行一行的 每一行呢 都有这样四个尺 中间有多少个开 是不是 我们前面也讲过 在这边就是 都会分过这文件 那么这每一件数据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点击数量 喜欢 不喜欢 还有什么呀 评论数 对不对 这个呢 这是UK的 这是英 这是 写错了 这是US 前面GV 前面GV 就是英国 大文件DN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 然后呢 这也是一样 点击数 喜欢 不喜欢 还有评论数 然后呢 现在我们用刚刚手续的方法 尝试把它们两个数据读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这个是PYG74 那么也是一样的 Import NumPy 数字 MP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选一下环境 那么MP.load TX7 对不对 ROAD TX7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路径给传上去 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呢 先定一个 比如说叫US Fail Pass 对于当前这件下的 YouTube Video Data 下面的 把这个名字付出过去 那么这是US的 还有UK的 我们先读过来 那么这里就是GB 然后呢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US FailPass 那假设呢 我们用T来接收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只传这样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会有问题吗 我们只传这样一个参数 别的参数都没有加 对吧 我们看一下T是什么样子的 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正直接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大家看一下 Colonel Covered Stream to Float 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字符串 转换成腐脸内型 不对呀 我这里面不是 虽然说一行是这样子 但是它不会按照这个逗号来帮助我们自动做些分割 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会的 那需要我们怎么样它才会呢 就刚刚那个参数叫delimiter delimiter 看见没 按照什么把数据进行分割 我们知道刚刚那个数据呢 每一个都是一个逗号进行分割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CSV问题 所以我们写个多少个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重新执行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 结果好像是有了 但是呢 有些问题 这是什么技术方法呀 科学技术法 对不对 我们明明看到的 确实是科学技术啊 但不要笑 就是科学技术吧 就是 当中数据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会使用这种形状 形状来进行这个统计的技术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他刚刚我们看的这数据呢 都是一个个的整数 它非要变成这个样子 看见是非常方便 不习惯呀 这个时候 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来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想要变成这整数 对不对 变成整数 变成数字 常见的肉眼非常好识别的 这种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刚刚所说的ttype 这个参数这个 指定这个数据 加里头来吃个什么样的类型 那比如说我们直接写个int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好了呀 大家看一下 刚刚加载的是这样一个 美国的 然后第二个指的还是0 我们去看一下它是不是0 是不是加载错了 没有错 对吧 这个数据呢 它确实它的 评论数呢 就是0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那么刚刚呢 我们把t读出来的 对吧 就这个样子 那么刚刚我们还说了 另外一个参数 叫什么呀 叫做unpack这个参数 除了unpack这个参数之外呢 我们还知道 在这里面呢 它是有这样几个参数的 比如说 skip rows use columns 这两个参数分别表示的是 我们要跳过雷几行 然后呢 跳过雷几行业 但是这里呢 我们不需要跳过 对不对 那么单纯来看一下unpack这个参数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在more的情况下 它是force 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效果 如果说我们把它改为true 它会什么样子呢 我们去看一下 看见有些变化了吗 那么这里就写个t2 我们把这个unpack的去掉 然后我们再打一下72 然后呢 区分一下 我们就打算新花 那么看一下这两个数据 4在这儿 对不对 3 这在这 5931 在这儿 在这儿 46245 在这儿 在这儿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这个数据 是不是到了这一页来呢 到这一页来呢 这一页数据 到了这一页来呢 对不对 最后一页数据 最后一页数据 到了最后一页 对不对 现在下对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按照 中间这个对角线 翻来旋转了一下 大家看没 就一张纸 我们就把它给转过来了 按照对角线 转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当中的效果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 之前的数据呢 每一行呢 变成这里每一页 这一行呢 就变成这一页了 对不对 行变成了页 页变成了页 发现没 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呀 那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转质这样的效果 就是按照对角线 进行顺直针旋转 顺直针旋转 180度之后的效果 就这个样子的 按照对角线 怎么对角线呢 就是 来看一下对角线 这是不是这样一个对角线呀 让它顺直针旋转 180度 是不是就把46245 旋转到左下角了呀 它明明在右上角 是不是到左下角了呀 是不是旋转之后的一个结果呀 能看出来吗 所有的转正 其实就这个样子 能理解吗 假设你把它这个速度 想象成一个图形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图形呢 做了一个 按照这个对角线的一个旋转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图形的话 对不对 旋转之后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旋转 不好理解 对你旋转不好理解的 就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行变成列 列变成行 这样一个效果 理解吧 那么我们刚刚所学的是 关于这样一个 加载本地文件 对不对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们也放在课题上呢 就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呢 我们常用三个参数 常用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天下 无线文件的路径 然后delimiter和type 那么unpack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呢 并不需要做这个操作 但是还是可以做这个操作了 为什么不做这个操作呢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 每一行表达的是一条数据 现在我们直接把它再来出来 就和我们三四个文件里面一样 每一行是一个YouTube的视频的信息 每一行是一个YouTube的视频的信息 对吧 在这里呢 在末日情况下 每一行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把它转积的 我们统计呢 也是按照这里的每一行 进行统计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转移之后 那么现在呢 相对是每一列 是一个YouTube的视频的数据了 我们要按照列来进行统计 进行分析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先放到这里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概念 就是关于刚刚所说的转积 可能有可能同学不清楚 我们在读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将unpack参数转积了 那么在一个正式情况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数据了 我们要如何对它进行转积 对不对 在numppy里面 实现我们常见的 这种二文数据的转积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先建一个数据叫做t t2 等于np.orange 然后呢 我们写个r4.receive 四行六列 那t2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t2呢 它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什么呢 那有三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transpose transpose的 就是转积的意思 它翻成中文 就是转积的意思 t2.transpos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它 变成它了 对不对 刚刚这个地方的一行呢 变成这里的一列 那么第二行呢 变成这里第二列了 第三行变成三列 第四行变成四列 是不是刚刚效果一样的呀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个简单的 叫做t2.大T 大T呢 在数据里面 也就是转积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它是它这个属性 跟这些效果一样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t2.swap case swap axe 交换轴 交换轴 莫尔情况下的轴 是不是0轴和1轴呀 那现在我们要把它交换一下 0和1和0交换 就1在前面 1在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的呀 所以现在在20度里面 我们转移到 它是有三种方法的 那么大家只需要记得 其中任何一个 或者两个就可以了 那么swap case呢 知道它是干什么就可以了 虽然我们很多所谓并不这样做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所谓的交换轴 就是行和链进行变换 就是转移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大气非常好理解 因为我们数研女们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transpose呢 也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这三个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关于 浪派里面的转质 这一部分内容 那这部分内容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 就是刚刚对unpack的一个拓展 那么后续呢 可能在毛页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大家说的是行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它找到列 或者列的数据呢 我们需要把它找到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所读取的 这样一个文件上面来 我们刚刚通过浪派点lowtext 我们已经把数据给读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结合之前所学习的 Malapololib的知识呢 把英国和美国数据给呈现出来 那么看到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考虑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后续呢 我们后续的时候呢 我们在使用pandas 或使用numpad 进行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一个思路 我们之前使用Malapololib的 其实差不多 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确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要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目的呢 我们要弄明白 弄明白之后呢 我们得想一个办法 去寻找一种呈现方式 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呈现可能更好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Malapolib 或者说后续大家去公司之后呢 可能会接触到这种 前端的一刹的这种模块 这种框架 那么应该使用这种什么样的图形 来呈现这种数据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是用长线的这种散点图 还是用折线图 还用直方图 还用柱状图 对不对 什么样方式呈现 或者说呢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个数据呢 还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会更好一些 比如说当前 假设我们只想来获取 这个美国数据里面的 关于喜欢数 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关于喜欢数的分布情况 第一个是评论 第二个是喜欢 这个不喜欢 第一个是点击 喜欢不喜欢 还有评论 我们单纯只想看 美国数据里面 关于喜欢数的 这样一个分布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喜欢这一列 给它取出来 然后单纯再做操作 对不对 我们要 对这个数据呢 可能要做些处理 比如说 现在我们不想 来看这个喜欢数的 我们只想看一下 当前这个数据里面的 所有结果 这个平均值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想要看一下 每一条数据 减去平均值之后 这个和平均值 它们的一个距离有多远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相当于要把平均值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呢 要把每一行的数据呢 解决它的一个平均值 对吧 才能算出来 它和平均值的那样的差距 那当然了 这些都是我们 如果说需要解决 对用问题的时候呢 需要做处理 所以说呢 我们等一下呢 马上就来学习 对这个num pi 得到的这样一个 nd array这样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切片 和所有的这种操作 比如说为了解决 刚刚那个问题 我们要取出喜欢那一页的数据 我们好像还没有讲过 该怎么取 对不对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该怎么取 那么还是回到 基本上刚刚这个流程说完 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数据做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要写代码 写代码呢 把这个数据呈现出来 那么写代码的方式呢 就我们之前 所讲的 Malapro的逆谱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后续 使用num pi 或使用pitas 进行这个数据分析的流程 其实说我们之前 第一天所讲的 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流程呢 是一样的 你解吗 首先问题 之后 选择一种呈现的方式 第三种数据的处理 第四种 其代码 然后呢 把这个数据呢 给展示出来 就这样一个流程